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是最近都是开地走高 开地走高 开地走高 所以天天开地走高 天天留下下影线 而成交量仍然相对是比较低迷的 只有1843亿的成交量 我们现在时间录影的时间 是晚上的6点10分 国际盘也是陷入了胶着观望 Douglas目前只有小涨0.13% 达哥目前也是在平盘附近震荡 小跌0.1亿% 欧洲股市目前也都是在平盘上下 比较明显的下挫是德国股市 德国股市下跌0.79% 法国股市目前小跌0.27% 英国富士指数小跌0.09% 至于在油价布兰特原油 目前是一个下跌的局面 下跌0.55% 最新报价96.12% 至于亚洲股市 全面也都是陷入胶着观望 所有的亚股 涨跌幅度都没有超过一个百分点 大家都在等 等美国礼拜三的CPI数字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降温呢 外资在今天卖超39亿 守住万物 长榮的股价在今天 最后中场是追平了万海 值得做观察 另外7月营收惨爆雷的 当然很惨 比如说华邦店 像网宏其实双低都很惨 在今天友达公布的7月份 营收YOY还腰转 那么个股的股价 华邦店和网宏是破了月线 好 网通股现在变成了 散户追逐的腰股了 中壘迅州三天飙了将近30% 而投信在鸭宝法说谷 特别是鸿海明天要法说 今天领先站上季线 我们稍后帮您来做解读 刚才介绍来前面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华南投顾 董事长楚祥生 大家好 邀请到参与所助理教授 朱岳松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阿官好 大家好 参与所助理教授谢晨燕 阿官好 大家好 金氏专家施孝伟 阿官好 大家好 邀请到前海军张千健舰长黄征辉 阿官好 各位观众晚安 好 今天一开始 刚才带您来关心的是 中美的博弈场 我们来谈谈在军事上的博弈场 其实军演还没有结束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结束后才会结束 我们来看新闻 在今天新闻竟然惊爆 我们的成功级舰和共军的长春舰 曾经对支而且非常靠近 到底有多近呢 竟然靠近到只有180公尺 这就要问一下舰长了 甚至爆料的阿兵哥还说 他们已经做好撞击准备 通常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炮高180公尺 这样都并航了两个大型战舰 180公尺是什么概念 就好像在高速公路 两辆跑车在相互搭车 然后几乎门要碰门 因为在海上 在海上是没有刹车的 汽车一踩刹车停下来对不对 海上是停车 慢慢滑 然后再退车 那个速度都要慢慢慢慢慢慢减 两艘船有一艘如果转过来 或是它的舵 就撞到了 跑都跑不到另外一艘 然后像这么大的船 像这次两艘船 一艘是七千多吨 成功极舰 一艘是四千两百吨的成功极舰 对 它如果撞上去 它的那个甲板的那个感觉 就会像这个纸这样 这样撕掉 舰长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哪一艘比较厉害 那当然是他们的那个 七千多吨的那艘 因为第一 大小 它大 它七千多 我们四千二 第二 谁新 它新 它就是最近大概五六年才造的 我们的这艘已经三十岁了 第三 战斗系统谁厉害 它是神盾 我们是以前三四十年前的九二 美军的射共系统 所以你打不过它 你也撞不过它 然后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跑 对不对 对不起它比你快三劫 就是它今天站在海上 它只要家族全数 你只有在后面追它的尾巴 所以追不过 打不过 撞也撞不过 你就知道这个舰长是多么的 惊心动魄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你知道 不可能撞 你放心 可是爆料的国军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们接到的指令是 绝对不能让长春号越过中线 但他说那时候已经非常逼近中线了 那如果他硬要越过 他们总要有些作为 所以他说他们已经准备撞击了 阻挡是在你这个时候阻挡 如果它加速过去 你是挡不住的 就如果对方就是要让你难开 那我们会用撞击来阻挡它吗 会 真的会 因为没有别的方法 如果它要飘进十二海里的时候 你十二海里是绝对不能够 怎么讲 就是绝对领域 绝对不能让它进来的 对 不能让它进入十二海里 那如果它真的要进来 那你我们能够 那时候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用船去撞它的船 就是让它的船来撞我们的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以现在台湾说 我们去撞它跟它撞我们 这个是不同的 没有 在海上很难界定 很难 很难 都是各说各话 对 但因为在那个情况下 它不像射飞弹或开枪 说谁开第一枪 这个没办法 真的打到混乱的时候 也没人知道 但是 因为我们不能让它 因为我们绝对不能开第一枪 我们不能说因为 你要进到我们泥海 我们就开炮制止 或干我们 我们不能 我们一定要能够承受第一极 所以在我们一定要能够承受 第一极的情况下 那让它的船绝对没有办法 靠近我们十二海里的领海线 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们挡在那边让它撞 那阿冠你去试想一下 就是所有的观众朋友 现在都可以去想一下 其实当时应该很紧张 非常紧张 你去想想看 这个舰长 他在那里 我跟你讲 他有两个压力 一个巨大的压力 是来自我的上级长官 那个人是谁 你知道在恒山指挥所指挥我的那个人 我们在战局 他随时可以抓紧电话跟我讲话 说你要把他挡下来 这个是恒山指挥所的人 这是一个压力 第二个压力就是 我身撞了怎么办 如果第一个压力 就是这个长官跟你讲 你没有满足他 基本上你的仕途结束了 我的生涯结束 我官职回去 你想想那个是多高阶的一个长官 长官讲你挡 你就非得挡住不可 对 那如果又不能开枪 就得就像校围说的 我就挡在那里 等他来撞我 那你 第二个如果你撞上去 你是不要在这么大的撞击力之下 可能会死七个人八个人 倒不是说撞会把人撞死 而是撞的一间 他是不是一停 很多东西会倒下来 啪 弓打 那真的会受伤 那我们有挡得住的胜算吗 如果用刚刚校围那个方法 挡得住吗 如果 我这样讲 因为你做过成功级舰的舰长 我知道 我就是那个船的舰长 如果我是中共的舰长 我决心不给你面子的话 你毫无机会 但是 所以我们是挡不住的 挡不住的 但是我现在期望一个就是说 呼吁国人一下 你知道吗 如果你每一个人都期望说 他有什么你要什么 他要干嘛你就干嘛 我跟你讲 你在为难国防部 国防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方法 是不是不对称的 不对称的 我举个例子 像他这艘船这么大 7万多顿在这里对不对 是 我派一个海巡的舰过去 海巡毫无战力 就跟着他旁边 好 那你说 你派过去不是 跟着他旁边你也挡不住他 有什么用呢 可是他在这里的那个意义 就是说 我知道你在这 恒山指挥所知道你在这 我们所有暗制基地 飞弹基地 都知道你在这 那我问你 这个时候 谁该忧心 是他该忧心 为什么 我们所有的暗制飞弹 都够得到他 他危险 那你用个跟他一样大的去 所以你要让他知难而退 好比说你住在一个 高级的住宅区 晚上的时候 你要防小偷 然后有一个小偷一走去 你在有些人家门口 啪 是不是灯就开了 那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恐吓你 我知道你在这 你知道 要吓退他 已经进入我的镜头 他的目的就在这 不要为难国防部说 打他这样子 你绝对不能打他这样子 这样子就会打起来 我现在的感觉 比那几天演习还要紧张 为什么你知道 现在比那几天还紧张 还紧张 我跟你讲为什么 军事专家 我跟你分析一下 演习是可控制的 是按照计划做的 双方很少插枪走火 你知道这是演习 甚至我告诉你 如果我要打个这个地区的 这个叫做什么 射击 把这些弹打进去 我第一个动作是要 能够涵盖这个区域 我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有一个船 我举个例子 莫名其妙闯进来 他怎么会去看你的射击通报 一个国际的船 他也没听 他也没看船进来 那我能打他吗 不行的 我要等着他走再继续打 这就是所谓的演习是可控的 是计划性的 所以他不会出大问题 那三天有其实我不紧张 昨天我看到这个成功件 我真的开始紧张 为什么 这个灰色的冲突啊 距离这么近啊 他会插枪走火 那插枪走火接下来 会不会带往战争 或是就没事 或是大家各自 就冷静下来后退 不一定 但那都是不可控制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擦枪走火的状况 是比演习那时候 还要危险 更紧张 还要更紧张 是 好 美国的说法是 这一次中共所进行的军演呢 他是采取一种 切香肠式的方式 来改变现状 我们来听怎么说 中方的立场 正当 合理 合法 中方的军事演训 公开透明专业 符合国内法 符合国际法 旨在向肇事分子发出警示 对台独施理进行惩戒 坚决粉碎台湾当局 以美谋独的幻想 好 刚刚我们特别谈到 建长说 其实我们的成功级剑 和对岸的长传号 逼得非常非常近 当时的情况 我们不在现场不知道 那是非常紧张的 说到紧张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非常紧张是我们的F16V 事实上这一次我们的F16V 已经挂弹了 而且还带着电战夹舱 事实上已经有了作战的准备 但今天就有专家说 我们只要F16V跟它一起起飞 比如它来了之后 我们也要拦截 我们要起飞 我们要威吓它 叫它离开 因为它现在一直在越过中线 那如果我们跟它一起起飞 既然有专家说 我们很快就会被打掉 我们为什么很快就会被打掉 那是F16V 校尾 好 其实以现代战机的空战来讲 它要思考的因素非常多 不是说今天我看到你 然后我们两边 这个两边战机 不是 你看看我 看看你 或你咬我 我咬你 就能够怎么样 我们现在F16V的部分来说 的确我们在花了大钱 把战机的雷达也换了 是 然后任务电脑也换了 然后飞机甚至于整架飞机 都可以说做了一次翻新 但是中间有一个 其实对战机的战力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来说 因为那个钱要花得非常大 所以当时军方考量再战 是什么东西呢 就叫做电战夹舱 电战夹舱它是干嘛用的 就是以这个战机来讲 挂这个电战夹舱 你在空中飞的时候 因为如果人家用这种 敌对的这个辐射源 就是雷达波去照你 你一定要能够有电战夹舱 能够随时侦测之道 我看到媒体说了一个名词 叫做数位射频记忆 对 它说我们没有升级数位射频记忆 所以这一次他们的飞机 不是一直越过我们的中线吗 那照理说我们应该要升空拦截 叫它滚开 但它说如果我们同步升空拦截 叫它滚开 它如果不滚的话 其实我们跟它同步升空 非常有可能会被它打掉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数位射频记忆 这是什么东西 好 这个东西是怎么解释的 就是我刚刚讲到 我们战机升空 如果说我们搭载这个战机 狗咬狗的这个过程中 或是它直接地面飞 或是什么任何的 好 锁到我们敌机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的战机 挂了这个电站夹舱 要能够很快地判定是什么 然后它的频率多少 我要怎么来干扰它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这种 我们讲到 像比如说大陆的雷达 也进步得非常快 从过去以前 因为我们买F16 我们现在这个电站夹舱 跟过去 刚买F16这个电站夹舱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还是应对那种 机械扫描式的这种 是老式的 老式的 对 然后就是说 这个电波扫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可能第一 你反应不够快 然后对于这些脉冲 你没有办法做全频谱的 这样的处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变成说 当你的这个战机 被敌方的雷达 扫到甚至锁定的时候 你的电站系统 解算得还不够快 就譬如说 所以你比它慢 你没有办法能够 有效借由这个电站夹舱 来自我防卫 因为电站夹舱 要做的事情很多 譬如说 你今天被照到了以后 这时候你的电站夹舱 要马上知道 人家是什么东西来锁定你 某种你可能要低 可能要制造一个假的影子 就变成说 我分飞机在这里 然后做一个假的飞机的影子 在这边 我还可以做假飞机影子 就说 因为雷达看到是飞机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今天 把你真的这个影像 那个降低 然后在后面 做一个比较大的雷达反射 这个时候 它的飞弹就会朝它而去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讲到 以这个战机上面 挂这种电站夹舱 它所需要做的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F16升级了以后 当初美国国防部也说 没关系 我们就卖给你一些 同样这样一个升级过后 这个电站夹舱 但是因为当时 也有很多的考量 所以就变成说 美国同意卖的 我们不想买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美国要卖给我们这款 巴基斯坦买了 巴基斯坦跟大陆非常好 所以就变成说 你买了这个巴基斯坦 用了这个夹 可能大陆就统统知道 里面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们不买这一款 但是现在又变成说 你不买这款 那美国也没有其他的好的现货 所以你什么都没买 最后 现在的情况就是 拿二十几年前的电站夹舱 现在继续凑活用 所以我们的战舰跟人家对峙 我们的胜算不高 我们的飞机跟人家对峙 我们的飞机胜算也不高 那我们来听拜登怎么说 拜登说 台海的情势我掌握得很好 我们刚开场就谈过 大家不要以为中共的军演已经下课 没有 他现在在渤海东海南海还在军演 而且我刚刚问过校尾 不知道要军演到什么时候 但美国已经呛响了 美国说最近呢 可能他们就会穿越台海 会是雷根号吗 我觉得航空母舰本身不过 因为航空母舰穿越台海的话 那对于大陆来说 又有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来练兵了 那其实 因为大陆已经呛响了 他说如果他的雷根号来 他们一定会进行拒止 就是不让他靠近 那是不是又再度会升高 整个紧张的情势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情况 刚刚拜登总统讲的这个部分 大家其实会发现 行政部门其实对这个 佩洛西来台湾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点意见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那几天后来 等于说后面 美国航空母舰就在附近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次 因为甚至于美国 还派了那个弹道飞 新的弹道飞弹追踪舰来台湾 他们这次新的弹道飞弹追踪舰 基本上上面就把 我们讲的那个 萨德系统的这个雷达 对不对 就直接装在那个船上 因为以前好大一条 叫观察导号 它根本是把一个铺爪雷达放在船上 那现在呢 随着技术的进步 它换了两个新的 类似像这个 我们讲到美国 那个萨德的这个 追踪的这个雷达 它把它放在上面 有两个频段不一样 但是呢 效果好 跟过去一样好 那当然我们讲到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 美国如果把航空母舰擺来 现在其实它 很大一个原因是 它希望两岸之间能够降温嘛 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当然的确是因为 佩洛西绑台引起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行政部门 自然希望这个情况要降温下去 但是我并不认为 它会直接把航空母舰开过去 但是它这几天 航空母舰应该会在周边那些海域 绕来绕去 然后呢 另外 它还是会依照 过去的这样的规模 派个军舰呢 从台湾海峡穿越 那当然从台湾海峡穿越 陆方会怎么处理 就是接下来要看的这个 双方如何去互动 我们台湾的台海危机 就有几件回到台股 台股在今天 三大法人是土洋对坐 卖超了12.14亿 不过守住了万五 在今天最有意思的是 网友哀嚎说 来势不当空军了 为什么呢 因为罪孽盘 天天都是开地走高 开地走高 所以空单呢 每天都被修理得很惨 所以说来势不当空军了 这是大盘最后的压缩吗 有专家说 这时候如果你持五不多的话 其实应该要加码 真的应该要加码吗 我们看到外资在今天 是卖超39亿 但是仍然让指数守住了万五 在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长龙的股价 追平万海 在盘中还一度超越万海 我们等会儿当然好好来解一解 不过我们先请楚董 带我们来看 在今天的盘面呢 其实我们注意到 天天流下影线 难怪空军会哀嚎说 不当空军了 天天流下影线 什么时候才要发动啊 我想基本上 现在是一个首次的盘 因为外在环境还不确定 加上事实上 现在电子业还是有很多利空 要等到什么时候确定 我是觉得也许 1月3公布CPI 就会确定吗 如果要等军演完的话 我觉得CPI是一回事 另外是电子类股 它的法说 7月份营收 公布的差不多了 是因为法说变成法会 然后大家都怕 你知道不敢去进驻 因为你买了之后 它可能开法说 马上就有利空 所以大家都不敢去加码 等到8月份 大家都开了法说 告诉你第三季真的不好 股价也大概反映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刚刚讲的变数 CPI明天晚上类股要公布 以及陆陆续续的法说 还有7月份的营收 对 军演已经利空淡化 或者应该是说利空出境了吗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 台湾人和外国人 对这次的事情有不同看法 台湾的人觉得不会打 那外国人觉得很紧张很紧张 很紧张 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 只要你不要再进一步的跟他有些挑衅的动作 基本上打的机会不大 对排面的干扰就降低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到 这个礼拜天天留下隐线 而且外资基本上都是卖超 除了上礼拜五加码247以外 每天卖超 而且你看到 上礼拜二裴洛西来的那一天 外资卖了197亿 竟然留下84亿的下隐线 84点的下隐线 对对对 那重点在于外资卖这么多 它尾盘 因为它是算均价的 尾盘一定是一笔把它打下去 竟然能够收84点的下隐线 代表说 现在真是有大人在护这个盘 有大人在总比没有人顾这个盘 那好很多 但是有点 问题是大人会不会只护不拉呢 我觉得现阶段 你动用太多的资源 我觉得对它未必是好事情 因为你资源有限嘛 五千多 你看外资一年卖了大概九千多亿 怎么样在最適当的时机 把钱砸下去最重要 现在一直收下隐线 就告诉空方 一开盘往下跌 你不要在那边往下空了 把你拉上来 修理了几次之后 他们就会比较小心 好像暂时不要去出手 如果每个空单稍微想一下 那个整个的多空会做明显的改变 但是现在的盘是什么 鼠中无大将 料化作先锋 因为量太小嘛 重点是没有架就没有量 因为扮演最重要大盘的角色 就是电子半导体股 但是问题它现在真的是利空不断 最大的问题 那我们就往下来看 我们看到天天下影线 天天卖 卖不下去 代表有大人在户 但台股确实相对落后 对对 你可以看到美股 事实上你看没有 它的坐底部 是在6月16号17号 如果再过一周 已经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把底部做起来 而且空间都拉出来了 你看见没有 这两个半导体和电子类股 几乎拉到20%以上的反弹 台股你知道很弱 我们只有10到8% 而且我们的OTC 是主要国家当中跌幅 仅次于费城半导体 重点在什么 真的是除了美国之外 台湾本身的产业结构 是很大的问题 大部分重要公司都是跟PC 手机脱离不了关系 问题真的只有卖得不好 利空不断 就是淬炼底部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 美股上涨 它维持一个不错的 一个大的格局的情况之下 外资还是有机会回来 就像上礼拜五 因为我们迟早会补涨 还会回来 你看外资还是在上礼拜五 买了200多亿 外资会回头去看 这个政治事件好像没那么严重 加上今年这三年 你知道 卖了两兆的股票 我觉得回补机会还是很大 毕竟台股很多好的公司 还是相对很有投资的价位 我们的大潭长部长 跟外资还是形象相关 什么时候外资 能够浪子回头呢 所以我们来看 在今天外资 到底卖了什么股票 它今天卖超 第一名竟然是华欣 卖了16130张 接着卖了华邦店 事实上7月份的营收 双低都爆雷 包括金元店 联店 台湾50反一也卖了 另外卖了台积店 还在卖台积店 赵丰金 包括长队航空和旺虹 但我们也来看 其实外资最近有一些 低阶的买盘在抄底 什么样的个股市外资 琢磨的标的呢 我们留意到 竟然开始买面板 这是我们比较意外的 对 面板 群创也买了 今天公布的面板 7月份营收歪歪是腰斩 营收很糟 它怎么会在这时候抄底 外资这个时候 所有的看面板是 一路的downgrade 你知道 但是你有注意到 最近都在加码 而且你看它股价 已经没有再跌了 你知道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友达 209的友达 所以出动你看 营收那么糟 YOY是腰斩 对 外资还开始在这个地方 持续进入 应该是说持续 我们下面放外资 持续开始 慢慢在做加码 你看1 2 3 4 5 6 7 8 连8天 而且你看它的现行 真的蛮稳定的 而且它进入一个 连续性的买超 对 而且现在基本上 你看外资 基本上都downgrade它 没有人看好的 但重点在于 报告都看坏 它的股价基本上 在去年的4月份 开始一路往下跌 到现在整整跌了 一年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在去年的4月份 高价一路往下跌 它的获利的高点 大概在去年的第二季 但事实上 它是很缓慢的往下走的 代表说景气 没有那么糟糕的情况之下 它股价已经 预先反映了一段 那你看这种股票 能不能抄底啊 抄底这种股票 其实要胆子很大 因为想到它的基本面 就错了 但是我提一点 它是景气喜欢物 早晚要起来 你看过去的历史经验 当你的库存消化 差不多的时候 它也许时间 我觉得也许明天到第三季 有机会翻起来的情况之下 股价通常会领先 你买这种股票 你必须要把时间拉长了 短线如果真的被套就算了 就是不能用抢短的心态 但是我跟你讲 这些股票你要一个心态 我总有一天等到你 所以买这种股票 就是总有一天等到你 它早晚一定会 因为景气循环 你看过去例子 就起起伏伏 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说到景气循环 航运也是景气循环 航运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长榮的股价 2603长榮的股价 盘中走势 在今天最高层性来到106 中场是收在105 我们来看一下万海 2615的万海 万海中场也是收在105 但是问题是盘中 它几度都超越它 所以这是一个 蛮特别的股价伦理 没有 重点是 它改变了整个股价 没有 长榮上半年 赚了39块钱 万海只赚了25块钱 1PS就差很多嘛 当然现阶段 大家回头去摆什么 长榮 而且长榮 7月份的营收又创了历史新高 它的股价是没有 在去年7月份的高点 整整一年的时间一路往下跌 去年7月 但是它的营收是不断创新高 所以这个叫什么 认错行情 大家觉得看坏它 你知道SCFI的运价值一路跌 觉得接下来怎么样 景气会往下大跌 结果营收公布出来 还好啊 那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大家觉得 马世纪自己也承认看错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明年 第一个你看 长榮的它的运量 不断在清传 不断在增加 另外它做了很多的布局 包括环保的船 包括有一些港口的一些运作 事实上也许它的景气群管 不会像以前这么大的幅度 经过赚那么多钱之后 做了很好的布局 也许它摔下来幅度 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些股票应该 你看上半年赚了38 第三季我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30块 都应该有机会赚得到 这种状况之下 股价才100多块 所以邱总 刚刚你说面板式 总有一天等到它 同样景气循环股 那航运会不会 已经等到它了 它会不会现在就要发动了 再回到长榮 我觉得它本身 未来还是有个潜在的利空 就是运价可能会 真的会下跌 而且也许在第四季 或真的明天 会跌得比较多 至少短线这段时间 会还它的清白 短线 对 还它清白 如果接下来的8月份 营收又创新高 它的股价会走得稍微更 所以这个会比面板快 对 会比稍微快一点点 好我们再回到 最近反而到底 在抄底什么的股票呢 我们注意到 航运开始着抄底了 对 IC设计有些个股 也开始出现抄底了 我个人觉得很重要在昨天的联勇 联勇它的法说会告诉你 第三季比第二季衰退四成 我看到这个消息 很不得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觉得完了 礼拜一开盘至少跌半值 结果小跌一下 整个拉上去 你可以看 你看 这一天嘛 外式进来买 对 没错 没错 这么糟的利空 既然股价没有跌 那是因为它之前一先 衰退四成很多 对对对 照正常讲 我跟你讲 我当天看了这个法说会之后 我觉得礼拜一股票一定会大跌 结果不但没有跌 开机之后很快拉上去 涨了三八多 代表说股价已经预先 先反映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看坏嘛 先卖了 就发觉 现在股价真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月当中 都很重要的一些股票 我们再回答 接下来有两个利空 第一个叫七月营收 你看现在很多公司公布七月营收 比六月糟糕的 马上跌 第二个就是第三季展望 那接下来我刚刚讲的 八月份大部分的电子公司法说 开的差不多了 利空差不多了 股价看一下变化 就像你看普瑞 KY也是一样 他第三季状况不如一期 跌了两支停板 第二支拉起来 这几天都在上涨 谈了5个% 所以我个人觉得 比如像联勇 像联发科 接下来公布营收 可能不好 你看看 可能不好 看他股价的反应 另外像群联 表现都还算不错 所以这些重要股票 利空出来 没有再往下跌 我个人觉得 你现在持股真的非常低 你不妨可以稍微 买一些股票做一个布局 好 所以我们来问 能不能在CPI公布之前 先卡位呢 因为刚刚初董有谈到 未来变数很多 但是经常所有的变数 都离清之后 就变成要追价了 所以CPI在明天晚上要公布 一般预期应该会降温 所以不排除会利空出尽 甚至某种程度反应力多 如果CPI是降温的话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预期 我们是不是该在CPI公布之前 明天先卡位呢 任同的请给圈 请取牌 看到一票两票 四票圈 昌欣 来 我觉得还是要先做多 但是CPI公布之后 假设在后天 一开盘高开之后 可能就会有压力 所以反而不要等它公布完 再买 对 对 因为这两天没有人敢买 量很缩 你继续卡 那公布之后反而拉高之后 你去出 那我觉得相对短线的话 应该有优势 现在市场预期CPI是8.7 对 那如果说真的开出来 8.6或8.5 大家掌声如蕾 美股就会再继续往上走 好 所以 昌欣认为应该领先卡位